在空中失衡了,自己仰着摔下来,脚摸了一下,身体压在脚上,面对镜头,赵纪伟多次强调对不起,伤的第一时间我也跟男哥李楠说了。 抱歉,对不起,不管怎样,我还是希望大家努力,实现目标,我会在病床上看他们的比赛,大战在急,赵纪伟突然受伤,对于男男上上下下影响非常大,他自己也觉得很抱歉,大家一起努力了这么久,发生这个事,球队在士气上也有所影响。 而就是这样,不明是李的球尼,竟然把正式会在赵瑞身上,好在有视频作证,赵纪伟自己也还原了受伤过程,对于赵纪伟来说,确实挺煎熬的,这次受伤还可能会缺席下赛季CBA连赛。 早在2016到2017赛季,赵纪伟就因为减少缺席了整整一个赛季,如今又要走上慢慢康复的路上,祝赵纪伟早日康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